红魔曼联在落后一分的情况下 颁平比分 但是司马林却在关键的加时赛 被红牌罚下 剩下十人作战的红魔苦战到最后一刻 最后凭借替补出场的林佳德 在第110分钟打入至胜一球 让三年来和奖杯无援的曼联 孝奥组总碑 红魔曼联合水晶宫 星期六在伦敦温布利球场 争夺英格兰组总碑 双方上半场严密防守毫无斩获 进入下半场第53分钟 曼联血胁破门 费兰尼射门可惜击中横梁 61分钟马萨尔投球攻门 还是汗中门注 水晶宫在78分钟终于打破僵局 替补出场的旁球功不可没 不过主帅帕杜开心得太早了 曼联三分钟就扳平比分 鲁尼右侧传球 费兰尼跃起停球 马塔凌空抽射1比1 50阶段上半场司马林犯规 得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 曼联十人作战 第110分钟瓦伦西亚右侧船中 被对手挡住 林加德凌空绝杀 红魔在最后时刻惊险反超 史上第12次捧起了足总碑 不过曼联摘冠的新闻 很快就被穆里尼奥将取代范加尔出任主帅的消息淹没 一个足总碑或许是离开的最佳时机 也为曼联留下了最体面的告别礼 英国媒体报道 在足总碑决赛前 曼联就和穆里尼奥达成执教协议 预料下个星期二 穆里尼奥将会走马上任 成为曼联未来三年的主教练 NTV7综合报道